好的演员跟着情绪与剧情表现角色 演技差的明星演什么都像他自己 近年来甚至有许多明星开发了面摊式演技 以及五官乱飞式爆发 又哪些明星被评价为演技的反面教材呢 这里是下谈与子像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定一下那些演技尴尬的明星吧 令人尴尬的演技里面摊派首当其冲 这些年来陈雪冬的演技直播不前 当年在小时代里 他还是一个能耍酷能卖萌的大男孩 他走红后 不管是下之未至还是至上先生 陈雪冬用一个表情撑过了所有戏份 无论角色情绪起伏有多大 他都能无动于衷 巧思你好可爱 紧接着陈雪冬又在下之未至中 饰演了不善表达的傅小思 而他演绎不善言辞的方式 就是彻底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虽然原著中描述到 傅小思好像永远都是双动般的表情 但作者也不断强调过 傅小思的眼神中有散不尽的大物 可陈雪冬的眼神里没有内容 于蒙龙选秀出道 转行做演员 出道指出 在太子飞升直气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高光时刻 那时候的他 温柔干净 我先有脸 随后于蒙龙又参演了 《三生三世之力桃花》 凭借白症伤神一绝 人气飙升 一时间成为了温润君雅的代言人 可在那折后 温某龙踏上了面瘫演技的弯路 电视剧两世欢丽 与主上交谈时 他实现固定面无表情 即使是心上人被陷害受委屈时 他依旧无动于衷 又带又木的样子 仿佛是一个机器人 王和蒂在过去《玉龙》中 饰演了不同人间情感的龙王 并将冷酷的表情稳定运用在了 剧情的各个方面 比如和敌人打斗时 他怠人自弱 意外吻到爱人时 他毫无波澜 王和蒂瞬间刷新了面瘫演技的定义 随后记者在采访中 询问王和蒂如何体现角色 他的回答是放空 以及用全程思考的样子 让自己看起来很深沉 他用简简单单的一个词 概括了整个人物 然后用同样的状态演完整部戏 没有任何内心与情感层面的体现 也不怪AI演技成为了观众 对王和蒂的评价 太子飞升职系播出后 生一轮爆火 但在这之后 他极少交出让观众感到满意的作品 现代剧《漂亮的理会真理》 尚一轮饰演的是高冷的智商精英 从肢体语言到表情 无意不透露着江音语尴尬 古装剧《太古神王》里 尚一轮所饰演秦温天 遭遇被心上人退婚 被追杀等实现 本应有愤怒 屈辱等各种不同的情绪才是 但画面中 尚一轮永远面无表情 刺到综艺《我就是演员》里 他被张子怡批评为 没有表现出真实感 只是在念台词 不转型不提升演技 尚一轮终究是把自己困在了原地 虚凯自演起《攻略》之后爆红 随后无论是《招摇》里 迎人而专情的《丽承兰》 还是《烈火军巷》里 玩世不恭的顾雁珍 虚凯的演技都称得上是可圈可点 而最能体现虚凯演技的 还是从现有《坐灵剑山》里的网络 浮夸又沙雕的人设 也在他的诠释下自然而灵动 和你微笑时很美开播后 他的表现却差强人意 角色高冷严肃的人设 却被演成了强硬无神的样子 作为一名飞客般出身的演员 虚凯仍需不断提升自喜 承晓的演技历来受人高兵 早在《天行之路》以及《灵狱》中 他就已经展现过命探演技 被网友吐槽为一个表情 演完了两部戏 如今在《你微笑时很美》这部剧中 不管是生气、开心还是难过 他仍旧是一副波澜不清的模样 要知道承晓作为女团idol 拥有过人的颜值 以及出色的舞蹈实力 想攻翻绝技更是近带众人 或许舞台才是承晓能够自由翱翔的地方 如果他想在演技之路上走远 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当剧本上写着高冷 喜怒不言于色之类的形容词时 许多演员无法体会到更神层次的感受 不知道该呈现什么 于是就直接变成了面瘫 他们似乎觉得 不做表情就能体现人物的高冷神秘 其实越是高冷的角色 才越要用微表情和眼神来表达情感 对于这些明星的面瘫演技 粉丝说他们是收敛、含蓄的表演 可这些演技大概是仅粉丝可见 用力过猛的演技与面探的尴尬程度不相上下 安卓拉贝比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2016年初 一部孤芳不自赏让她的口碑一落千丈 登演式演技成为了贝比一直以来的标签 虽然演技差的事实并未影响她的资源 可后来她的作品《李自帆车》 和妮妮一同出演的《新娘大作战》 多半评分4.2分 她在其中的抠戏让人笑出了声 没有你的祝福 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 和黄轩合作的《创业时代》 多半评分3.7分 登演神迹衣袖彩线 和朱一龙搭档的《我的真朋友》 多半评分4.3分 吃小孩的经典表情包就是出自于词 直到摩天大楼里 观众才看到了《贝比演技》的新部 希望她能够保持努力的步伐 切勿再次停滞不前 很多人都是通过《未来》这个角色认识了周也 影片里 她用最清晨的脸演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恶女 周也也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可未来之后 无论是山河令里的故乡 还是历史争取《爱摇篮》里的唐素素 周也的表演引发了不少争议 还有网友调侃她的表情像是要水歌翻版 一样的仙教 一样的握拳哭气 还有同样委屈到闯不过气的表情 其实周也的问题在于表情管理 相信兜兜磨练就会看到她的进步 宋谦的演技曾经一言难尽 从爱豆向演员转型之初 她在电视剧《美丽的秘密》中 将电梯幽避恐惧症演成了电梯军魂 她的表现仅仅只是浮于表面 忽视了恐惧带来的生理反应 她还在上古情歌中凭借咬唇舌声闻戏 引起网友嘲讽 那时宋谦的风品也从唱调剧家变成了爱豆演员 好在她通过努力沉淀提升了演技 在下一站幸福中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面谈瞪眼演技之后 无关乱飞又成了演员翻车的新画样 当过于活泼的无关在屏幕上角度风云时 一度让观众觉得面谈演技似乎也挺好 至少不拉眼睛 吴锦岩的代表作至今只有引起攻略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演技 你是我的答案剧中 渐渐单单一曲我不告诉你 却被她叠加了摇头 瞪眼 耸肩 摊手等大动作 还有她的哭泣 全称刚好 以及面部表情用力够猛 不会的 走走走 赶紧去医院 妈妈 不要你死 去医院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林允身上 赵新驰电影里的林允 穿梁清新 惊艳众人 可随后电影版恶作剧师问理的她 表情夸张 摇头晃脑 眼珠乱动 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 是支持你 让观众感受到了来自《鬼马少女》的冲击 黄胜一是许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但她却像一手好牌打烂了 尤其是2017年 黄胜一参加综艺演员的诞生 以一段海娃酷戏返向抽圈 不过黄胜一也在后来的吐槽大会中 以五秒标类的场面向观众展示了她的实力 吴亦凡的演技让人只想跳过 《最青春》里的她 宣称只有生死历劫的台词以及五官乱飞的演绎 也许你这里欠我的用什么环 成为了被秦朝的名台词 再加上吴亦凡特色的声音 被网友戏称为自带电影 因此明明是抠戏 它却能让观众不断爆笑 堪称新一代咆哮地 俗话说得不愧为必有栽秧 吴亦凡如今敷灭的邪剧是必然的 陈优伟在演员请求位里的演技令人责舍 两次考核 她的哭戏都是做到了五官用力 不仅无法让观众感受到一丝悲伤 甚至引人发笑 不过陈优伟新人出道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无论是磊落人会的林月大师兄 还是神秘强大的张大火焰 陈伟婷的演技一直可圈可点 但她在活色声响中的一场哭戏 却成了她永远的黑历史 陈伟婷在心爱之人离世后 抱着爱人嚎她大哭 她用力过猛的表情让观众忍惊不禁 此外也有一些实力派演员 偶尔被质疑用力过猛 比如一直以来被夸赞演技好的张艺山 由她主演的新版陆顶记播出后 评分惨不忍睹 后班出身的张艺山把伟小宝演成了孙猴子 被网友嘲讽用力过猛 演技崩塌 她想钻出来看看热闹 观众对于霍建华的印象 大多是古装美男 不过在电视剧《金语良缘》中 霍建华有一场和黄又鸣的对手戏 演这场戏时 是霍建华剧中的母亲身体不适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霍建华的口水便像下雨一样朝对面喷气 实力详实什么叫做托沫横飞 但抛开口水 霍建华的表演还是有层次的 怒吼中还眼含泪水 就是苦了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 赵冬宇已经晋升为最年轻的三金影后 和他每次出演电视剧总会引起争议 无论是叠战片《麻雀》 还是新春剧《春风时里不如你》 又或者是现代戏《幕后之王》 每一部电视剧 赵冬宇都在介绍批评 最近出演的《千古绝尘》也没有做到让观众满意 剧中她的表情仿佛失去了控制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五官浪飞 好在她还是能够演出《古灵精怪》中 又带着一丝俏皮的模样 凭借《芈月》专 孙力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 和剧中有一幕在部分观众看来用力过猛 那时芈月看到义曲军被杀 她撕心裂肺的吼叫者助手 以及不要打了 再加上冲鞋的眼睛和张大的嘴 一些观众表示 孙力还是要做好表情管理 不过古装戏确实需要大开大合的情绪 同剧的演员也都是外放的风格 就像刘涛在这部剧中 一改往日国民好媳妇的优雅贤惠 颠覆性地饰演了一位 从单纯善良到很辣冷决的王后 剧中双面的演技也被部分网友评价为 见乎疯癫 这么一个黄口小儿 一飞闲飞长 为什么 不过孙力和刘涛的演技是否用力过猛 每个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评定 罗情面摊式演技以及用力过猛 已经让影视剧水平倒退了一大步 而这些翻车的演员大多是没有把角色理解透彻 或是走进了一种表演误区 希望这些被告冰演技的演员能够保持上进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虾米将们 你们如何看待这些演技反面教材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此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